各位貴賓 大家好 請部長 蔣護長請 村委員 別來無恙 我們都很關心你 這話中有話 沒有 這個聽起來 你也是別來無恙 總算今天可以上台了 所以有時候需要等待 很多事情不能急於意識 謝謝 謝謝您持續對我的關心 也給部長一點鼓勵跟打氣 同樣學校的部分我也希望 部長多重視一些 評鑑部分 那麼評鑑本來就像是一個鏡子 我們是在做自我的評量 在做自我的改進 但是如果評鑑 流於形式或變成另外一種壓力 變成一個扭曲發展 我覺得部長我們就要注意 他產生的後遺症 所以為什麼對於教師評鑑我有意見 希望再繼續再去修正 讓被評鑑的人覺得我可以接受 這是一個善意 同樣之前那個幼兒園 你們為了讓幼兒園能夠上軌道 你們也有評鑑 到最後是有人說 50萬包幼兒園評鑑可以通過 那都已經是走火入魔 所以後來經過大家溝通之後 現在幼兒園的評鑑 已經可以符合大家 願意自我去改善的那個標的 所以我覺得評鑑不是不好 但是你一定要符合情況 要產生激勵 而不是產生壓力 現在產生一個很嚴重的情況 是在高中值的部分 我請教一下部長 在桃園 你很熟 這個復旦中學是不是一個好學校 復旦中學 其實是還不錯的學校吧 好 這個學校在 這個我們高中評鑑的時候 是拿到六個一等 兩個二等 好不好 這個學校很好吧 對 應該還不錯 但是他拿了一項三等 為什麼三等 是因為他在職業內科裡面只有一個 是叫做幼保科 是 那麼他發現他這幾年 幼保科發展不是很順利 招生不足 再看到少子化未來的趨勢 所以他就把這個幼保科 在103年度準備停招 而且獲得部裡面同意 那麼現在只剩下一班 結果在去年 二月份 我們教育部派人來評鑑的時候 結果發現他們空間有點不足 馬上在四個月之內就改善完畢 這個學校很認真在辦學 也很認真符合我們評鑑的要求 結果一個六項一等 二項二等 只因為幼保科他們已經準備要停招 空間稍有不足也立即改善 馬上就把這個學校 從原本的優等的學校 優質的學校 改成叫做精進優質 什麼叫做精進優質 聽起來很好聽 簡單講就是代改進的學校 部長 你知道辦一個學校 要建立口碑有多麼難 但你一個評鑑一下 就把一個學校摧毀 部長 你對這個學校了解這麼多 怎麼可能這個學校 六項一等 兩項二等 就因為一個小差錯 你們就把人家置人於死地 部長 我覺得這個評鑑是不對的 我想這樣子 我當然會去進一步的了解 就是說它的整個情況 它是不是有個門檻 原來的優等大概是應該 是不是各個科都要大到二等以上 可能有一個這樣子的規範 那當然有一個學校現在變成三 有一個學科 剛剛講右表科變成三等 就因為就把那個門檻 它突破了門檻 所以這樣去做 可是這個是一個合適的 是用一個average的角度來看待一個學校 還是要用一個最低門檻來看一個學校 這個事實上背後可以不同的思考 可是我也願意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產生了一個可能相對極端的案例 在這種極端案例產生的情況下 我也願意來做一個思考 是不是在這部分 可能可以做適度的一個調整來看 那也看它事實上 如果它是三等 它改善計畫各方面都做得不錯的情況下 可以wave它的原來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相信不應該做事情 就是那一刀切的就是完完全全 就不能 因為過去是真的那一刀 它有一個學科 不是不到達二等 那其實就是不滿足我們基本條件 這塊我願意來做 來做努力 您剛才針對教師評鑑這一塊 教師評鑑今天不是我的重點 我今天跟你談的是學校評鑑 因為最近我參加了一些校長的一些會議 我就很深刻感受到 部長我們的好意都完全被扭曲 在我們桃園 最起碼我就看到 在我們觀音的清華 包括在我們龜山的成功 這區學校照顧了很多弱勢的學生 偏鄉的學生 本來就招生很不容易 學校還很認真的辦學 在總評鑑都過了 後來我們評鑑大概走火入魔 我們的教授和我們的評鑑委員 覺得評鑑好像不過癮 怎麼一下都通過了 就開始又分項 分成七大項 結果抓到一個學校 有一項不及格 又把你打路帶改進 你知道這對學校多霸的挫敗 打到後來學校都講說 我乾脆不要評鑑了 我那麼認真評鑑 你今年給我一個總體評鑑 我上面打優質 然後後來再挑我七項裡面 六項過有一項不過 又把我打成帶改進 部長不能這樣欺負學校 好 這個我想 我都跟你講 哪些學校都已經講出來 就知道學校那種作者感 我做一個 我先簡單的做一個回應 可是當然我想進一步 我們可以怎麼處理 可以再商量 確實這個七項 如果計值體系其實是八項 過去只要總分數達到 平均達到二等以上 我們就說它是優質學校 後來我們也把條件 弄得比較嚴了 就是每一項 也都要達到二等以上 那時候主要的思考 也是說有一些項目 譬如課程教學 如果你課程教學 或者說專業老師的比例 這些都不達到 那個情況的時候 在社會上也引起 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說我們才做了 這樣子的一個調整 有一點趨嚴的思維 可是我也體會 您剛才講的 這樣的一個心情 一個學校很認真在辦 它確實過去 可能也是優質 後來因為一項 沒有到達二等 而且受到這樣衝擊 那這一部分 我相信我會做 進一步的檢視 來看看怎麼樣 合適的來做處理 你也了解 是 你也了解我們的 評鑑是好事 我跟你講說你要細膩一點 是 你要站在學校面去想 是 那是一種評量 不是你來監督人家 到最後 本來是一種激勵變成壓力 我再舉一個例子 給你做參考 華鋼藝校這學校好不好 華鋼藝校 不錯吧 至少我的了解是還算不錯 對 你知道嗎 你們也是閒來無事 又要精進 你們就馬上在今年又把這個 高中組織及原額編制表 你們把這個工藝跟藝術類 編為一類 規定每班設置教師三人 華鋼藝校 一個年級只有一科一班 藝術類科美術的可以教音樂 音樂可以教舞蹈嗎 我們陳必涵委員是專業 你學生上課時數只有35節課 老師需要上課48小時 我問你 對這種小校 那麼認真辦校的學校 你就定一個工業與藝術類 師生比要3比1 好 這就是你們講的 要讓學校認真辦學 我要提高教師跟學生比 你這一刀一砍 你有沒有考慮到這種小校小班的學校 就是學校一校被你打一巴掌 部長 你們同人做這些事的時候 有沒有去想過 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延伸性是要給這些學校鼓勵 還是準備把這些學校 讓它產生自我退縮 覺得乾脆我不要參加評鑑了 部長我今天講的都是 我親眼看到 這些學校被你們徹底打敗的那種感受 謝謝委員這樣的一個提醒 我想我們如果用數字 去做適當的一些管理 進了一些基本的門檻 這是一個基本的作為 可是事實上要讓一個學校辦好 不是只剩那幾個數字 就可以展現的 所以進一步的 對於針對比較小的學校 或特殊的學校 這一部分 用數字要更謹慎 數字不是不能用 可是這個數字 可能就要必須更審慎的來看 你要去看待說它這個學校 數字如果比較小 不到達我們滿足 它是不是還是辦得很好 那這一部分 我願意這樣子來看 我們用大數法則看事情的時候 都是看多數的學校 可是對於用大數的概念來看 少數學校 比較特殊的學校的時候 再用大數法則去看待它 一定會有不公平 就有您剛才這樣的情況的產生 所以不論是您剛剛講的附帶 或者說華剛義校 我都願意用進一步的角度去看待說 我們是不是跟對這些 特殊辦學的情況 我們可以有一些適當的配套的搭配 能夠讓它做適當的處理 部長我特別再舉例跟你講 南強這個學校在轉型當中 他請了台一大的教授 也是我們陳比函的老師的 委員的學生 表演藝術界非常有名 他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是 他請了很多實務界的人來 一流的人來教書 但是他不是合格教師 這種學校在轉型 莊敬校長拜託我 說有哪些流浪教師請過來 我學校很欠老師 因為我找不到合格教師 對於這些學校 你希望這些學生出來以後 能夠為社會所用 學有專長 老師也學有專長 但是他不能夠符合你們的教師比 像這些學校 你們在評鑑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細膩一點 去評判這些學校 什麼才是真正的好的師生比 部長真的要細膩一點 是 謝謝 我想我們用一把 比較簡單的詞 去做度量學校 其實是確實也會有它的衝擊 我們也願意用一個更細緻的方式 去來看待這個事情 所以您今天的這個提醒 我是完全同意的 所以我們也會在這個思考情況下 未來在設計相關的尺度的時候 能夠更好的來展現辦學的實際的情況 但是我特別跟部長講 我跟這些學校溝通的時候 我特別的感覺是 他們跟我講講得很自然 跟教育部反應的時候 覺得好像天高真的好大的障礙 部長我們真的再細膩一點 就像您剛剛跟我講的 感同身受 是 這個部長我們要 謝謝 謝謝您的提醒 我想我願意在這個基礎上面 進一步再去看待 我們做的相關的評鑑 或相關的這些作為 好不好 多給這些學校鼓勵好不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好 那個報告委員會 我們等一下楊麗環委員 質詢完以後